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海 前几天在拼多多上面买的东西 今天已经收到了 这包装还挺好的 上次答应跟大家说 来录一条开箱视频 然后呢 今天来了 这个包裹里面东西还挺沉的 先把它给拆开 我感觉这个里面应该是一个汽车坐垫 我怎么感觉这个 稍微奇怪了一点 一会让田田装在车上看看怎么样 这个包裹我感觉才是重点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东西好多 这个包装还是挺不错的 用这种密封袋 我就一样一样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准备用来收纳被子的收纳包 现在我反应过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看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个 第一个 说说我第一眼就没看出来 我买了五个 那这个也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我都没有发现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按摩棒 就是敲敲敲腿的这种 给你就比较迷信这种东西 咱家有电动的你不用 非要用这种手动的 这个我知道是啥 牛仔外套 这个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说实话 对我觉得这个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把照相机往后移一移 刚刚还碰到邻居家的老爷子 他去遛狗了 然后还问我 在这里干嘛 八百年没有穿过牛仔服了 像精神小伙 怎么样可以不 我觉得里面配个灰色的 对灰色应该好看 这个 但是还可以 挺好看的吧 大小可以 我买的是两个叉的吧 好像 他这个码好像是国内的码 跟这边的码还有点区别 在这边 如果像我买普通的衣服 我只要穿M或者是L L呢 就可能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还行 但这个牛仔服感觉还可以 摸起来软软的 放这了 这一双呢 就是拖鞋了 甜甜给我买的 试一下 你买了多少码 这么小 42 这有点小 给你穿吗 太小了 我穿你的大 太小了 我穿不了这个 你买拖鞋 应该买大一码 或者两码 我脚面太宽了 可以 好 不管这个拖鞋了 然后再拆下面的这个 这也是汽车上面的东西 收纳包 对 一个小的收纳包 挺好的 一会咱们就挂在车上吧 然后还有这种 这啥螃蟹钳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你买来干嘛用呢 吃螃蟹的 好吧 就这种小的家用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些卖小商品的网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很实用 有点小设计啊 颜色呢 又有点小清晰 就比较适合一些小女生或者是年轻人在上面购买 买这个钱呢 以后说不定要多吃螃蟹了 这个消费无形当中又上来了 另外Timo呢 现在正在做新年的促销活动啊 折扣呢 可以高达90%off 这个折扣力度呢 还是非常大的 另外大家如果使用我的专属折扣嘛 Ever 728呢 可以享受30%的额外折扣 这样是不是更划算呢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都是挂在汽车后面的 主驾驶副驾驶都一样 现在呢 我们就去把车子上面的东西给它装起来 咱们原本不是有一个吗 我以前挂的是这个收纳袋 但是一旦放一些重的东西 它就会往下坠 对 就没有形状 但是这个它是皮革的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放手机啊 放一些重一点的东西 因为它是立体的 嗯 挺好 对 但是但是我还好奇 这下面应该挂在那 固定的 下面不知道 研究研究吧 下面就是我们买了汽车的坐垫 你买的时候有没有凉啊 可能对我们的大车来说有点小 我感觉也太小了 你这买东西我真的服了 这还有大概的二十多二十多厘米吧 这不行不行放小车上面吧 一会装小车上面这样铺起来太难看了 对不对 对 放小车上面吗 不是 它只有这一个尺寸 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它小的话 它肯定就是给小车是同用的 对 那就给小车用吧 大车不用了 但是摸起来还行 你就把它收起来了啊 拿小车上去 这个汽车坐垫放在小车上面刚刚好 这尺寸还可以的 因为我的小车买的呢就是布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上面都很脏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就是谁坐在上面搞的 然后买了个汽车坐垫以后开小车的话 也不怕 就是说上面撒一些脏东西啊 干嘛的 这个挺好的 今天直接在门口就给大家拍拆箱了 太乱了 我们这次买的东西呢 都给大家来拍完了 以我这次开箱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网站上面买一些家用的产品 就真的会非常不错 就是那种小配件啊 或者是说一些实用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买的那个螃蟹钳子 像那种东西就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稍微大件一点的东西哈 比如说像汽车坐垫 大家一定要量好尺寸啊 看好网站上面的尺寸 不然那就会出现我和田田这样的尴尬事情 另外题目呢 还有一个90天以内免费退换货的一个福利 这个也是非常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也是很好的啊